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事,观众要来观战一把绝活野人 看他的野人还是很好看,因为可看戏很高 你看其他的这种牵制为的穷者呢,很有可能看了一整局这个绝活玩家他都没有机会牵制 但是你看这个野人,他就不喜欢修街,对不对 还没监管者还没开始追其他人,他已经骑着猪去找人了 我们这把就全线锁定他 看天赋,三摇,三摇野人 这种画面的话,机械祭司先知虽然是比较脆 但是这张地图这套这种是相对来说会比家地图好打一点的 因为可牵制的一些点多 然后有一个祭司穿针影线来帮忙 如果在鸟龙那个医院里面打好洞的话还是不错的 这列躲掉,咬顶上吧,咬顶上,漂亮 这是这边的操作和仪器 两块板子下了,然后这边一个翻板加速往中间冲满 他是往前面冲,往前面冲是准备进大洞吗 看一下,野人已经来了 这里,娃娃拉开过来补电机 野人进医院,等于说是一个二打一 或者说一打二 这边一根触手没拍中 看他的一个思路想法 先知这边是穿洞走了,打一刀 尝尝 那个黄一这边的话,他应该是要防守黄一的传送 插了一个眼,那知道你不会传送了 全程跟着,然后差不多就可以下猪了 还是说继续保 继续保这个猪的时间可能也不太够 黄一这一轮 他可能也知道,如果我要当面 当着这个野人面传送 十有八九会被撞开 这个传送都浪费了 还不如说这边将其击倒了以后 插个眼在这边干扰电机 然后再走过来来干扰 如果没这个野人,我估计就直接传送了 因为当时这个眼的话稍微等一等 还是可以把这个传送切出来的 现在的话也不错 击倒,野人这边也没有机会来干扰 那野人这边得救人 祭司 这里的电机也会被干扰到 实际上来讲,我觉得黄一之主这把还是有得打的 局势还是偏向于监管者这边 5.5对4.5吧 这边一个助手拍,漂亮 再插一个眼 好,野人这边直接捞,捞下来 现在还没有CD,还没有CD,没有猪 但是倒地以后是有 倒地以后是有 你看这里躺哪里 看这个野人跟不跟 先把眼拔了 好像想把祭司摸好吧 祭司摸好 这边的眼是真的有点多 倒地 人挂上 机械师来救人吗 这边搏命机械师救一搏 那这边就是先把祭司摸好 然后机械师来救 祭司这边能摸好 但是这电机可能会被干扰 两个人拉开 祭司三个洞 三个洞 三洞 祭司躲掉 野人在救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没有博命了 一板子下 然后祭司吃了这一刀以后准备把人救 有没有博命也有博命 也帮忙扛一下 好的 机械师也来帮忙扛 先知想新娘 打 打中了 打中了 扛到了 应该这样讲 扛到了 扛到了 野人这边骑上猪 来我们看野人这边应该是顶个口 漂亮 顶开 那这个先知进二楼了 这个点我也拉开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绳 挡住了这个进门的去路 牵起来 没来撞 没来撞 打一刀 再吸引一手 还想打气球刀 欢迎之主 这边想挂地下室 机械师有博命 野人已经没有博命了 直接就完 也不太好呀 这个直接下来吗 深入腹地 躲 这纯粹靠操作了 这也太用了吧 就骗出手 骗出手 这片子拍 还要打 还要打 这边走位 躲 哇 这走位是真的戏啊 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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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打中 还来 打中了 好走 但是这波救人有点亏啊 整体的节奏是亏的 先这边被摸好 外面重启来电机 电机完全不够啊 电机完全不够 加上机械师娃娃这一台 那么还差一台遗产 就是应该是那个刚才废墟的一台电机 需要野人去补 看一下 接着是被看见 这个地下室绝对救不了的 野人也来 野人也来 要打架 卖了这祭司吧 卖了祭司吧 危险一起 一起救援 救不了 真救不了 这台电机能起掉 接着是往阿里 他也能起掉 现在还差一台 还差一台 这边出手 绕一圈 野人这边保一手 找机会顶 躲掉 看一下看一下 这边的电机 刚才废墟那台 没点开啊 没点开 应该是没点开的 看过去对 没点开 那剩下的电机其实不多 戒施倒地了 野人这边的话 补掉这边娃娃的电机 然后先知去补 最后的废师电机 野人救人 或者说让先知救 先知救呢 怎么说 我感觉这个救 虽然说先知是买血 野人是半血 但我感觉可能还是安排野人救会更好一点 就是吃一刀 传送 我觉得反而会给到求生者一些机会啊 毕竟这个戒施是拉开了的 就是如果这手势场切完以后 你能够守在这边把这个人也守住 这电机也守住 这手势场是稳赢局 但是由于刚才那波野人已经靠外 把戒施拉走了 那么这边其实 戒施是完全可以外面重启一台电机的 他这边先选择翻箱子 野人这里先靠着 需要外面重启一台电机啊 黄一柱肯定不会离开这台电机了 一定是守着的 来野人这边看一下顶一手 好的 刚刚点错了 点了个先知 没有看到他的起步 只看到了结束 但是也能够脑补出来啊 这一手顶 顶完以后只能抓这个野人 戒施摸的快怀表 拉开拉开 野人只能在这边卡着 对 野人卡着 然后外置为你抓 先知能不能吸出一只鸟 这个先知是一个上挂飞 但是黄一柱这边不敢拉远啊 拉远了 野人就来补拆电机了 打一刀 先知的鸟能吸出多少 能不能吸出一只鸟 这边先知没有拉走吗 没拉走 没拉走的话 这电机可能待会还要再被踹一脚 尸场 因为兜兜转转这个点 就算吸出了一只鸟 这边鸟顶出来了 黄一柱回去先把这个电机一脚踹啊 76% 鸟吸出来 拉走了 那回向过去先踹尸场了 机械师这边外面重启 野人这边骑上猪 这野人是真的烦 先踹 踹了再说 带了先知那边过去找机械师碰头 两个人摸好 还能打 还行吧 鸟吸出来就还行 鸟吸出来这边挡到了关键性的这一刀以后呢 那这边黄一柱就不敢深追了 他只能回去踹尸场 这样的话 选者就有机会来争取一个三战开门战了 机械师这边链接 野人60% 机械师这边拉走杀 还有一个怀表 这怀表如果能留到开门战来打 开门战来用的话 局势是一个有机会能保平 但是没办法这边不能倒 倒了谁来救啊 对不对 这倒了 这野人来救 最好呢 现在电机能直接点亮 这样的机械师直接往二楼一走 这边绕圈圈 躲掉好 进板 一刀蓄力刀带走 二挂机械 电机直接点亮 漂亮 速手压压压压压压 没有传送的 但是这边也没有人能天门 击倒 野人靠过来 他又来了 这个男人他又来了 在这边看着看着 然后这里的话先是开完门走 野人这边应该跳地窖 王一之主这边 只能是靠自己的蓄力刀 来把野人打下来才行 他这野人可以进医院 拉扯拉扯 先知的门 应该是能开掉 王一之主这边 他这个野人不是很有办法呀 一根触手 这先知还想来救人吗 其实可以走了 他这边先知的话主要是拖一拖时间啊 因为知道你是一个 一个 时长 所以说你没有任何的位移能力 兵爵 兵爵 野人这边的话直接绕门走 打的还是很好看的一场 两边各种的一个拉扯 各种的一个拉扯 特别是那波保下这个先知 真的保得非常非常精彩啊 硬生生给保下来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